交换伴侣玩过活 来怒告妻子通奸 正所谓夫妻如衣服不会不舒服 人家全部都有老婆的 家里多少老公老婆要出来玩啊 好处就是被单独出来偷食 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 交换伴侣真的会比较舒服吗 她是一名35岁正系美魔女 去年指控丈夫沉迷换妻游戏 不仅带她参加换妻活动 还将她的露点照同上网 让怒告丈夫妨害风化 但丈夫反控是之前和妻子去旅游时 偶遇一对情侣四人同房黑秀 没想到妻子已是上瘾 为了满足妻子她才上网找人 不过妻子还是跟其他网友偷情 她忍无可忍照真心设跟间 带到妻子和蔡新男子上摩帖 衣衫不整 这色同里还有一坨卫生纸 虽然美魔女编程因为和丈夫个性不合 友谊想离婚 才找男子上摩帖 讨论离婚诉讼 诶 那怎么会一山不整呢 更重要的是 那头卫生纸验出两人的DNA 检方认定两人确实有黑宿 因此以同间罪起诉两人 至于美魔女控告丈夫的部分 检方先前也因妨害风化罪协 将丈夫起诉 那新闻还被告告